女儿曾经抱怨过我们 说她的少年时期 我们没有花太多的钱和精力 给她发展一门业余爱好 比如像弹钢琴啊 跳舞啊那些东西 没有做 那讲得我心里有点难过 我想了一下 我是这样跟她说的 你是要你的业余爱好 还是要你到美国来生活 那个时候我跟她爸爸两个人 只有一门心事 就是坚决要考出来 当时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也有公派的名额的 但是公派的名额不可能轮到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路子 中国是要讲开后门的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只有自费这一条路 而且我们两个的决心都很大 就是说哪怕最后 亲家荡产没有出生国 我们也要试一试 因为年轻嘛对吧 可以说得起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确实是没有注重她很多的 少年时期的那个业余爱好的教育 话又讲回来 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的教育 很少很少 我们那个时候 还是一个礼拜工作六天的 我记得是我离开中国不久 1994年离开中国不久 到美国来的 之后 中国开始实行 双休日 所以那个时候 好不容易 判星期间 判月亮 工作了六天 判了那个星期天 星期天就想回家去 可以看看我爸爸妈妈 在国内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时间 也没有钱 想想看我们那个时候的工资 女儿出生在80年代后期 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 就是七八十块钱 那想想看考一次托福 要30美金 因为是要考自费出国 考试的成绩就很重要了 所以先生还要去上补习班 确实是没有条件 我们到了美国来以后 时间就更紧张了 那个时候 英语没有那么好 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 都是30多岁了 对吧 那还要重新补习英语 还要去适应 美国的教育的方式 我们也没有给女儿 有很好的 送出去的教育 没有那个经济能力 也没有那个精力 有欠缺吧 有欠缺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 不可能是 十全十美的 那言贵正传 现在我讲讲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 不愿意生孩子了 生孩子 在现代的时代 真是贵 以前就是一个独生子女 用完的东西以后 是都互相给的 比如像小婴儿的衣服 当女儿要出生的时候 家里的亲戚 就把这个一些衣服 全部给我们送过来 那个摇床也不会去买 对不对 摇床也是一家买了以后 这是温流用 我们家的摇床 也是问人家借来的 借一年 那小孩的推车 也是借用的 因为都是生一个 不是母乳喂养的话 就要买很多的奶粉 对吧 那个要花钱 那个年代 那兴趣班就很少很少 一岁以上了以后 我们穿的小孩 穿的最多就是毛衣 因为毛衣可以拆了以后 再打 打了以后再踩 那个毛线 可以反复利用的 那就是父母亲 这妈妈就要辛苦一点 那我是每天看电视 就一边戳毛衣 那小孩的毛衣 基本上都是我搞的 那还有号召 有时间的亲戚朋友 帮我打毛衣 打什么size的 大就大一点 大的就是明年还可以穿 一般都是想到 一件毛衣 或者一件衣服买来 起码要穿一个两年的 对不对 所以养个小孩没有那么贵 哎呀我要走了 我不能说了 今天上午要到女儿家去 要帮他们整理一下 小孩的衣服 因为家里又要有新生儿了 我要把这些东西捡出来 我到那边去 我再接着路 现在到女儿家了 这些东西这么大一堆 慢慢地捡吧 我只有一个小时半的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能捡多少捡多少 捡不完下次再捡 以前我们小时候 有家里子女多的话 都是老大穿新的 老二在一个一个轮过来的 那么到过年的时候 那个下面的 才有一件新衣服穿 那平时都是穿 从上面留下来的衣服 我的时候有点大 有的时候有点小 那男的女的不分的 老大是个男孩子的话 下面的女儿 也会穿男孩子的衣服 反正到最后那件衣服 都是有补丁的 我现在扔衣服 看着没有补丁就扔掉 还会有点心疼 一点都没有坏 把它扔掉了可惜了 但是这个观念 还在慢慢的转变过程 就是说 一件衣服不想穿了 就应该扔 那现在的小孩 不管子女多 还是子女少 老大是男孩子 老二女孩子 全部买新的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 一笔浪费 还有一个小孩 消费比较大的东西 就是现在大家都有车了 那么尤其在美国 要出车的话 要出去的话 要有专门的小孩的座位 对吧 那两个车子 要有两个小孩的话 每个车子都要有两个座位 因为你不可能每天要去换 把这个座位拿到另外一个车子里面去 所以有两个小孩 有两个车的话 那么就要有四个座位 有三个小孩的话 就要有六个座位 就是这样的 每个车都要有每个小孩的座位 这个就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很大一笔投资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小孩出去玩 那个小推车 要不要买 每个人都要有一个 在美国 这个新生儿都是跟父母分开来睡的 那么要睡到另外一个房间的话 你要监视他 就要给他装一个监视器 那也是一个开支 那有两个小孩 就有两个房间 那就有两个监视器 对不对 还有一个很大的开支 尤其是现代的人 买玩具和买书的钱 那现在的玩具 虽然每一项玩具的花费 没有那么大 但是这个玩具 家里不可能至于套玩具 对吧 就是多多益散 越多越好 你钱多多买 钱少少买 这个书这个东西 也是没有止尽的 我刚刚上面讲的这些 都是给小孩 一两岁以前的东西 主要的开支 大开支是这些 其实越往上走 开支就越大 小孩的年龄越来越大了 那你就要送给他 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了 或者是给他踢足球 弹钢琴 跳舞 各种各样的班 你都想让他参加 参加这个班 不一定是要让他变成一个专业的人员 对不对 主要是他有机会接受各种各样的人 给他们 跟他们一些 这个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 其实这个是很主要的 所以小孩越大 消耗越大 我现在经常出去看到这个小学生 手上都拿手机 手上有手表 就是那个 那个表 就是可以父母亲追踪 万一丢了以后 可以在哪里找到他的那种表 那很多的小孩都有手机 那么我想想看 他们在家里 等他到小学的时候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算机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开支 等他再长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的兴趣爱好在哪个方面了 那么 父母亲就主要培养他那些 他很喜欢的兴趣爱好 那么这样的投资的话 基本上是更贵的 因为要找一对一的教练 或者是到比较专业的学校去学 这是课后的 女儿经常跟我说 她讲养个小孩有多贵 多艰难 怎么怎么样 那我就说 穷人家的小孩怎么过的 对吧 美国的这个收入中位数 也就是七八万块钱 那是比较好的地方 像芝加哥这个地方 七八万美金 人家也要让两到三个小孩 家里的房子没有那么大 跟着孩子们一起 也要在那个房子里面 度过他们的青少年时期 别人是怎么过的 现在就是说 父母可以给他好的条件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可以就跟小孩 把小孩当成自己 跟自己一样的 我过什么日子 你过什么日子 就是富有富养 穷有穷养 对不对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富人 多养小孩 可能对他们没有什么 很多的影响 但是对中产阶级 就存在着 你要不要小孩的问题 因为要生了小孩 或者生多了小孩 直接会影响到 父母亲的生活质量 我想想看 这个就是很多的中产阶级 选择不生孩子的原因 因为生了孩子以后 金钱上 经历上 都顾不过来 如果这个时候 有观众问我说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愿不愿多生 我讲这心里话 我不愿意 因为小孩小的时候 我还能管得住他们 大了以后 天天可能 欧气的时间 比happy的时间 要多得多 那个时候 不仅要关心他的学习 还要关心他的成长 会很害怕 自己生的小孩 变成一个社会上 没有用的人 对社会没有贡献 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 有些最坏的情况 我想都不敢想 当小孩遇到一些 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 很不好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那父母亲的余生 会过得非常的痛苦 甚至痛不欲生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跟着用人 还能够 我们两个梁 但很多呀 我们整个梁 都很坏的